原标题 民国湖南饥荒老照片 恶挑遍演的真实社会场景 1946年 湖南大饥荒期间的鸡民 那求生的眼神令人心碎 本土老照片是美国即时摄影师阿瑟罗斯坦 拍摄的1946年湖南大饥荒场景 非常具有冲击力 看了让人心痛不已 1946年至1947年之间 湖南发生大饥荒 恶挑遍演 乞讨食物的孩子 阿瑟罗斯坦是美国陆军的摄影师 抗战期间随军来到中国 缅甸 印度等战区进行战地拍摄 1945年退伍后就留了在中国 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摄影师 他随救济总署在湖南工作期间拍摄了这些照片 一个古兽如柴的少年 向摄影师展示他的食物 树叶和观音图 湖南全省有700多万人受灾 鸡民们以草根 树皮冲击 后来恶化到吃观音图 很多人恶德失去了七套的能力 处在地面上等待死神的降临 紧衡阳地区就饿死九万余人 饿晕在路边的孩子 饥饿和疾病正吞噬着他的生命 饿死在路边无人过问 在这个时间节点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 老百姓原本应该逐渐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不成想紧接着来了一个无望之灾 饥荒的发生 直接原因是天灾 天气干旱导致庄稼产 甚至绝收 古寿如柴的鸡民 人祸是导致饥荒的更重要的原因 日军入临湖南七点 将民间的粮食 牲畜等抢夺一空 还杀了数十万劳动力 战后农业生产不能尽快恢复 此外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大局征收军粮 加剧了灾荒 饿死在路边的鸡民 当时国民政府的职能严重缺失 在诊载中表现不利 被媒体曝光后 造成相当劣烈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大失人心 鸡民领取救济餐 大饥荒的消息 在国内主要报纸 电台大幅报道 并且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 但国民政府反应缓慢 就连美国报纸也批评国府 要对此负上责任 稍后 国府才动用此的军舰 军车运送震灾布置 一位老汉在坐吃的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食材 一位女乞丐坐在一家粮店门前 就在鸡民王傲逮捕之时 各地粮商成为鸡囤鸡举旗 推动粮价暴涨 长沙大公报1946年6月3日报道 目前米家教区都涨到10倍以上 慢说是农村破产 拿不出几粒牙巴骨 就是靠薪水接机养家圈的公务人员 有的甚至买一十米还不够 这是灾荒加重的原因之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